这条视频我花几分钟和大家聊一聊我的流行演唱门徒计划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你们要加入我的门徒计划 首先在我看来 90%想学习唱歌或正在学习唱歌的同学 都能弄懂学习唱歌最终要解决什么问题 甚至很多人都忘记了学习唱歌的目的 其实古往今来评判唱歌的好坏就是一点要好听 古代呢叫做 你说你只想把高音轻松的唱上去 那是因为唱上去了之后才能好听啊 你说你想把气息练稳 因为气息稳了之后才能好听 你说你想学习歌手的技巧 因为学习了技巧也是为了把歌唱好听才需要使用 我的流行演唱门徒计划 主要能帮你们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能让你在KTV自信且大胆的歌唱 第二能解决你的困惑 以及你一直钻烟却无法解决的问题 高音唱不上去啊 几嗓子啊唱歌发虚 没感情 用好听不会混声等等这些问题 第三能让你在直播几个小时长得很疲惫的情况下 需要唱歌的时候还能感受非常好的状态 第四每次录音快速就可以录出自己满意的声音 第五能让你学到真正的流行唱法 而不是明通美通 第六能让你的唱功 匹配上你优质的原创作品 第七能让你进一步成为优秀的歌手 并且获得一些比赛和综艺节目的机会 那为什么我要创办这个《门徒计划》呢 因为95%正在学习唱歌或者想学习唱歌的同学都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发声体系 你当然会说很多人天生唱歌就很好听 我不得不说有5%天赋异禀的人确实是这样 但是呢如果你无法成为那5%的人 我可以用我独创的流行演唱体系 让你去无限接近于这5%的人 那我为什么有资格这么说呢 我18岁就出道当歌手了 参加演出的场次已经有四位说了 在这方面呢我经验丰富 2017年我参加了《中国新歌声》 被四位导师转身 最终呢加入了我偶像周觉伦的战队 8年前我就开始带学生 学员的数量已经有两千度过 这些学生呢都是我从素人一步步带出来的 最后呢也上了很多的综艺的节目 比如说张婶儿 她来我这边之前呢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播 和镜头面前的你们一样 非常非常的热爱唱歌 在和我学习的这两个月当中呢 我发现这个女孩特别的刻苦 很认真 进步呢也非常非常快 于是我就把她推荐到了《中国好声音》 当年呢就获得了四位导师转身 同时也加入了周觉伦的战队 其实呢每次看到他们上综艺 我觉得都比我当年四传更让我自豪 第三 我的两千多个学员里 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学生 也有科班出生的 或者是歌手 又或者是爱好者 他们遇到的问题 你肯定也遇到过 同时我综合了国外的流行声乐体系 SLS EVT CVT等等 我研发了一套 我独创的流行演唱体系 你遇到的任何声乐问题 我都可以用这套体系来帮你解决 第四 我的学员之前也找过其他老师学习 很多同学跟我说 他之前的老师 放得特别的好 但是呢 每次都教不会他 另外 还有学员说他以前的老师 了解所有的理论 讲得很清楚 但是唱歌就是不好听 所以我的歌手经历 加上教学经验配合我的流行演唱体系 让我是一个既能唱好歌的同时 也能教好你唱歌的老师 那么以下七类人 我非常推荐你加入我的门徒计划 第一 喜欢唱歌但没有什么基础 想培养一门属于自己的特唱 平时KTV公司的联会可以自信的唱歌 第二 特别热爱唱歌 想把唱歌技术练好的唱歌爱好者 第三 想知道如何不费嗓直播 并且可以在嗓子疲惫 或者发言时依然可以唱好歌的主意 第四 需要经常录制自己的唱歌音频的一些音乐博主 第五 想学习真正的流行演唱技术的音乐学院学生 或者是毕业生 第六 会自己创作歌曲的唱歌人 第七 已经是助唱歌手或者是艺人 我的流行演唱门徒计划 首先 我会对每一位学员进行一次声音诊断 对你的声音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 专属定制你的学习计划 每周的门徒内部直播都是我亲自授课 内容会包括从基础到进阶的科学发声理论 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唱技术 不同类型的歌曲的演唱实践 歌手必备的素养 以及将技术如何运用到演唱中去 每周都会有在线的直播课程 还会把每周收集的问题来进行统一 同时呢 我还会邀请国内的一线制作人和一些歌手 以及你们优秀的诗歌诗姐们 来给你们分享他们的一些经验 另外 后续我会出四套全新的课程 加现有的一套 总共五套课程 加入门徒计划的学员 可以直接免费观看 除此之外 我会根据你们的测评结果 来布置对应不同的歌曲 作为作业 我会把歌曲的每一句的知识点 以及对应的练习都发出来 这样可以具象化的练习 每周你们的作业我都会听 同时会有相对应的助教老师帮你点评 所以通过这一年的学习计划 你会发现你们的唱功在默默的提升 为了检验你们的唱功 我们每两个月会举办一次比赛 当然 付出就会获得回报 优秀的学员 我会亲自推荐到全国著名的Lifehouse 同时 你们也有机会参加综艺节目的面试 以及将获得演唱OST或demo的市场机会 所以无论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当你唱歌有一个非常好的演唱系统来支撑 唱歌怎么会不好听 所以对我的流行演唱门徒计划感兴趣的同学 欢迎你们的加入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